伊甸基督服务中心长期陪伴曼菲天使及其家庭 提供孩子与家长无限的支持与关爱 而在今年夏天 共有两名早聊天使即将毕业 伊甸基金会更是请来摄影师 为毕业生们拍毕业照 也为全体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蔡老师她其实不只是来提供她的专业 那她也非常关心我们小朋友 从我们这边毕业之后 那她要转嫌到我们国小去 那社会大众可以怎么样子一起来 像他们这样子热忱的来鼓励他们 其实我有想到说 如果我们的毕业生 我们的小朋友已经进到小学去 那更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 以及社会大众 看到我们小朋友进到的班级当中 能够软硬体一起来欢迎他们 也能够来鼓励他们 也能够来教导我们一般的小朋友 要知道如何来接纳我们的生长小朋友 以及能够如何与他们能够一起的参与 在学习过程当中 期盼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一起 跟我们一起来支援 跟我们一起来促成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我们的基隆城市当中展翅高飞 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去适应社会环境 伊甸基金会的老师与学生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从如何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情绪管理 人际关心的相处等等 我们的早聊的孩子今年就要毕业了 我们很希望就是他们在学校的一个部分 社会适应的一个部分 可以有更多的人帮助他们 然后接纳他们 包容他们 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比较特殊 那他们的话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需要训练的目标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把他们拟定 他们自己的ISP目标 那会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需求 跟他们每个孩子的能力 现阶段去做练习 然后去做调整这样子 幸福无障碍的社会环境 不仅是靠校园及家庭来维护 更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包容 也期许社会各界都能协助提供更多资源 共同打造有爱环境 公民记者李思宁 高维成 金融市新医区采访报导